今天這個小影片呢 主要就是來跟大家介紹 即將有了新的 取得社團小物的方法 給我一點點時間 讓我慢慢跟大家說明 除了我們本來現行的 在FB的互動啊貼文 有講真文等等 這一陣子 陸陸續續 做了這些社團的小物 我們有 這個可以貼 標盒 直線盒的小貼紙 還有這張 麻煩 這樣 還有我們一開始 就製作的 YT頻道貼紙 還有這個 我們在磁調 必備的 插手筋 印有我們磁調狂熱 文字的 插手筋 當然還有大家最喜歡的 冰箱貼紙 冰箱貼紙也是分了 好幾種款式 有分 白色底 透明底 黑字的 白字的 那也有一些 好朋友喜歡的 紅色底 紅色底也有分 黑字的 跟白字 好那小民今天 錄這個影片呢 主要就是要跟大家介紹 接下來我們會有一個 新的 取得社團小物的方法 除了這個 FB的互動啊 因為有社員朋友跟我說 啊我就不就不會寫文章啊 我就 我就糟糕了 我不會鄉下 好不好 糟糕了不會鄉下 怎麼辦 那沒關係 小民這一次呢 絞盡腦汁不眠不休 想到了這個方法 就是針對 好不好如果 不善於網路互動的朋友 那你也很喜歡社團的小物 這個方法 相信可以讓你滿意 你也可以得到 社團的小物 好不好 準備好了嗎 給小民一點時間 請小民繼續說明下去 然後把更多的社團小物 拿出來 大概就是像 衣服啊 帽子 浮標 這些東西 那第三種方法是什麼呢 即將要成立一個社團的 福利社 這些 社團小物 還是要在這邊先跟大家強調 這些東西都是非賣品 不會是 做一個福利社來 賣這些東西 包含這個大家所熟悉的 直調狂熱的 浮標 還有小民現在穿的這個 直調狂熱的衣服 還有帽子啊 等等 這些東西 都不會是 要上架 銷售的商品 小民最近呢 也為了我們的社團 跟社團福利社 做了一個 形象的影片 我們就先 進廣告 字幕 by 李宗盛 新年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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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成立福利社的概念是什麼呢 相信有一些老朋友是從社團 一成立就已經加入社團的老朋友 也知道我們一開始呢 有舉辦過我們 跟廠商這邊來要東西 小明這邊跟廠商聯繫 那就拜託廠商說 是不是贊助我們社團一些釣魚用的東西 那也非常感謝這些廠商 也熱情支持 很多很多的這個吃掉的用具啊 耳料啊在我們社團就 免費的讓社員來體驗 經過了這樣子的體驗活動之後呢 小明知道了一件事 我們不能一直這樣跟廠商要東西啊 三天兩頭的 唉麻煩一下 唉清水服務 可不可以給我三五十包冷凍了 我覺得這樣子 絕非常久之計 小明這一次弄了這個社團福利社 主要就是 感謝廠商之前支持我們社團 但我們不要再去跟人家拿不用錢的 因為這些廠商的東西 經過社團朋友直測之後 確實是很好用的 有幫助的商品 後續呢 廠商表達持續對社團的支持 把產品放到我們的福利社來 放到福利社 第一個呢我們的社員在取得這些商品 相對會變得更方便一些 因為之前體驗的過程 很多社員朋友跟小明反應 體驗品好用 可是想要買 但是家附近的釣具店 可能商品不齊 可能體驗的東西附近買不到 那為了要買這些東西 多開一個小時的車 所以我再度的跟廠商商商量 如果廠商支持我們社團 就把他的商品放在我們的福利社 放到我們福利社之後 透過這個福利社 銷售給我們的社員 社員除了可以方便的 拿到的這些商品之外 廠商呢 一樣會將這個 成交的商品 部分的利潤 再回饋給我們社團 就可以讓小明 製作更多的社團小物 就是這樣子的一個 合作方式 我們的社員 可以取得各式各樣 經過社團 社員都體驗過 覺得不錯的商品 廠商也不需要一直支出這種 免費的贊助 來表達對社團的支持 一直免費下去 誰也受不了 在這樣子福利社運作底下 廠商的商品可以順利的賣到社員的手上 那回饋的利潤 就可以做更多的社團小物 當你在福利社這邊有去產生消費 那福利社的網站會去計算 紅利基點到你的會員帳戶 這個紅利累積之後 你就可以順利的兌換到你想要的 不管是社團貼紙 社團的浮標 社團的衣服 社團的帽子 所有社團所製作出來的這些社團小物 都可以用紅利基點來兌換 所以我要再次強調 社團小物都不是販售的 它不會在架上跟你說 這件980帽子300塊 福利社不是為了要拿來銷售這些東西 福利社是為了要提供我們的社員 更方便的買到 願意支持我們社團的這些廠商 他們所上架的東西 這些跟我們合作的廠商 很樂意幫我們提供出貨的服務 也就是說社團福利社提供的是商品的上架 跟交易的流程 大部分的商品都是由廠商端直接出貨 那比如說呢 你在我們福利社看到了釣魚用的例子 像這樣子的釣魚用的例子 這樣子一定會用到的東西呢 你透過福利社的購買 廠商端會直接出貨到你指定的地址 或者是便利商店取貨 要看東西 網站的標價 一律都是含運費的標價 因為我們的網站商品 來自於不同的廠商 所以它沒有辦法是一個 一筆訂單然後加上一筆運費 可能在你的購物車裡面 會買到 數加不同廠商幫你出貨的商品 所以在商品上呢 價格一律都是含運的價格 不需要再去加運費 所以你會發現 以剛剛這個魚來得的例子 這個東西在市場上面的價格 三包一百塊 那在我們的網站上面呢 它會標示的是 六包兩百六十塊 為什麼六包兩百六呢 因為三包一百六包兩百嘛 再加上它的電到電運費 再加上它的電到電運費 在我們福利社的商品 不會比市售的價格貴 也不會比市售的價格便宜 這不是一個為了要 Laget小額成立的福利社 再次強調它也是為了 社員的方便 以及紅利的基點 可以兌換社團小物 那當然你如果對於 社團小物 沒有興趣 紅利基點還可以直接折抵消費 也就是說你累積了紅利 你不想要換社團小物 那沒關係 這個紅利點數 可以用來作為 你下一次消費的 建金折抵 等於說還是有回饋 這個回饋你要用在 兌換社團小物 或是折抵消費 都是可以的 希望透過這個福利社的運作 小明這邊就不用三天兩頭的 去跟廠商要求 支持社團啊 可不可以給我們一些 免費的體驗品 因為這種免費體驗品 持續的跟廠商用討的 我怕以後 小明的電話被設拒接 上次小明拍了這樣子 跟大家說明的影片 我記得是在 11月的那個時候 11月那時候 小明跟大家宣布了 社團會請手工標師傅 幫我們製作社團的浮標 經過了這幾個月 也差不多 送到快要完了 小明也已經 又跟手工標師傅 在下單下一批 新的社團浮標 那也非常感謝社團朋友 都是在百忙之中 抽空來社團互動 那將自己的釣魚心得 釣魚的討論 在社團跟大家分享 這個確實是難能可貴 因為現在網路社團這麼多 所以各位好朋友 你不用再常常私訊問小明 請問一下社團的帽子怎麼取得 貼紙怎麼拿 啊衣服要去哪裡買 今天這支影片就是 跟大家做一個比較完整的說明 社團小物取得的管道有三種 第一種呢就是透過社團的互動 積極的貼文啊分享留言按讚 有機會讓你可以獲得社團的獎勵 第二種方式呢 就是參加我們社團所舉辦的 實體釣魚活動 如果有舉辦活動來參加 都會有這些社團的小物 作為基本伴手禮 第三種方式呢就是透過 社團福利社的紅利基點兌換 如果你平常也不喜歡買太多 Lidi Coco或者是你也不缺 那沒有關係 透過福利社 你只要買粒子買冷凍耳 一直買一直買一直買 就可以買到換社團的衣服 這個是小明想到一個我覺得 讓很多不是那麼愛寫文章 那麼愛操作網路的朋友 也有方法取得社團小物的方法之一 那如果你還有其他好方法 也歡迎齁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或者是透過私訊 我希望大家在操作這個社團呢 都是輕鬆愉快 那對於社團小物呢有認同有支持 那我希望很快就可以看到 社團朋友呢 穿著我們社團的衣服 帽子 在池邊相遇 有什麼好商品要推薦 有什麼好商品想上架 也都很歡迎你齁 隨時跟我聯絡 那希望這個福利社 提供更多的便利性 謝謝大家播出這麼長的時間來 看小明今天的這一段小影片 祝大家下次釣魚的時候 爆網大咬 好不好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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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看 com